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加坡之音 新加坡废除377a条文 修宪保婚姻定义法令已生效 新加坡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 让男男性行为不再被视为犯罪行为 以及修订新加坡共和国宪法 以保障婚姻现有的定义 两项早前在国会通过的修正法案1月3日正式生效 根据1月3日星期二公布的政府电子线报 两项修订法案已在上个月27日获哈利玛总统签字批准 并于星期二生效 这意味着 这项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定例 多年来引发诸多争议的第377a节条文正式走入历史 国会去年11月底 投票通过两项修正法案 李显龙总理去年8月发表国庆群众大会演说时 宣布政府废除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和修宪的决定 同年11月底 国会经过两天辩论后 以93票赞成和3票反对 通过废除第377a节条文的刑事法典修正法案 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修正法案则以85票赞成 两票反对和两票齐全通过 我国通过修宪 在废除第377a节条文的同时 赋予国会权利制定婚姻的定义 进而保护婚姻作为男女结合的现有定义 宪法第156条注明 国会有权制定法律来定义 管制 保护 保障 支持 促进和推广婚姻制度 政府和公共机构也能制定政策来保障和推广这个婚姻制度 这些政策环绕公共住屋 汇集已婚夫妇的经济福利 领养问题 教育和媒体等 那么什么是377a条文呢 第377a条文 它其实是被引进的 并不是新加坡政府直接设立的 这条刑法是英国殖民政府在1930年代引入到新加坡的 于1938年由殖民政府加入刑法点 即任何男性在公开或私下场合 教唆实施 促使或试图让任何男性实施与另一男性的猥亵行为 因被判处监禁 刑期可延长至两年 在2007年10月的刑法点审查删除了377a条文中的大部分其他规定 但它仍然是新加坡法律体系的一部分 该法律条文虽然在法律上保留在刑法点中 但事实上并没有被执行过 几十年来 新加坡并没有对男性成年人之间自怨的性行为进行定罪 在2022年2月28日 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法院重申 不能用377a条来起诉发生同性恋性行为的男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